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光是前面有三位嘉宾 还有一位在线上的嘉宾 我们是线下和线上结合 这个形式非常好 这个形式真正体现了我们这个活动的宗旨 是让北京文学走向世界 世界的北京文学 都以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 先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一位北京的作家 他叫刘庆邦 他现在是北京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当然他有很多头衔 要把他的头衔都说完 会要费很多时间 我想简单的说他四个身份 庆邦他是当过农民 种地的农民 然后也当过矿工 到井下去挖煤的矿工 然后他还做过记者 当然他有主要的经历是成为一名作家 那么他当农民是一种淳补的风格 宽工 体现了一种豪爽的风格 他的记者有一种敏锐的目光 而他作为一个作家 他有一种温暖和审美的眼光 他的这个经历也带来了他的四种身份 他这四个身份一直保留在他的内心 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说体现了他淳朴的农民 豪爽的矿工 敏锐的记者 以及温暖和审美眼光的作家 他的最大的特点 他的创作也很多 有十几部长篇小说 还有大量大量的短篇小说 他最有特点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取一取他的短篇小说 他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的这样一个大的 大的范畴里面 大家公认为他是短篇小说之王 短篇王 他很多很多短篇小说 每一个短篇小说就是一个经典 就是一个审美的世界 所以今天让庆班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来分享北京文学走向世界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合适 下面我介绍另一位嘉宾 梅浩先生 他是美国很著名的汉学家 他的经历也很丰富 如果我要把他的所有的经历介绍 也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我也重点介绍他一点 这一点也是我非常佩服的 他是一个语言天长 你们知道吗 他懂十多个国家的语言 你听他说话 你就会发现 他的汉语讲得比我都要好 而且我特别特别感动的是 他这么有语言天才 他又愿意把更多的心血 花在汉语上面 这真是我们汉语的荣幸 他的汉语水平是怎么样 我就说一点 我们的中国文学的经典性作品 《红楼梦》 这个《红楼梦》 它本身就充分体现了汉语的魅力 和神秘之处 就是我作为一个 纯正的中国的读者 我读《红楼梦》的时候 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琢磨 那么《红楼梦》翻译到国外 翻译从不同的文字 显然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那么梅浩先生就是参与 《红楼梦》翻译的一位译者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可以知道梅浩先生 他在汉语方面的水平 下面我要介绍一位 线上的嘉宾 哈利德先生您好 哈利德先生 他是图里斯的翻译家 汉学家 他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 学过汉语专业 那么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 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 他现在是加泰吉大学 图里斯高等语言学院 汉语专业的助理教授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识位 加泰吉大学 加泰吉大学 这是图里斯的一个很重要的大学 加泰吉我们知道 其实这是个很古老的国度 在我印象中间 加泰吉建成的历史比罗马还要早 所以可以想见哈利德先生 在这么一个古老文化的大学里面认教 肯定是很不错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的几位嘉宾 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是不是首先请 请邦先生来介绍介绍他的创作 他既写幻工的小说 写幻工的生活 也写乡村的生活 当然也写今天城市的生活 他的小说风格多样 具有非常酷烈的风格 也有非常温柔的风格 这几种风格 在他小说里面能够统一起来 我非常佩服清班先生 我觉得读他的小说 会感觉他就是一个人生的哲学家 他很多很多故事 看上去好像就是讲一个故事 其实故事背后你可以看到 他对人生的体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那清班我想请你先说说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非常感谢何少俊老师来主持今年的活动 同时非常感谢梅浩先生和哈利德先生 来处于这个活动 一块交流 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希望有很多的读者 他是任何文本 他的价值都是通过阅读实现的 那么读者越多呢 也可能他就能更好的实现他的文文价值 我们不但希望中国的读者来读我的作品 还希望能有外国的读者来读我的作品 我的创作情况简单说起来是这样 我是1970年还在当矿工的时候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 那时候写了一个小说不能发表 为什么呢 因为割地的刊物还是一个停刊的状态 没有地方发表 他这个创作机经营性就很难维持 那么一直到了76年 中国粉碎了四人帮 77年割地的刊物开始办起来 然后呢 我的第一篇小说在乡里沉睡了六年 然后拿出来发表了 1972年写的 1978年发的 那么短篇小说我迄今为止已经是 发表了300多篇短篇小说 出了12卷本的短篇小说 编年 让自己高兴的是 我写了这么多短篇小说 没有一篇废稿 有退稿 有退稿 但是没有一篇废稿 就是300多篇小说 都发表了 短篇小说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中篇小说呢 也写了有20多部 唱篇小说呢 唱篇小说呢 已经写了11部 总11部 最新的一部唱篇小说是 《品工会》 今天是8月份 由作家出文士 刚刚提出来的 我的书的 像国外翻译的情况呢 有很多种语言 但是出的单凶本啊 因为有6个单凶本 有英国出的 法语的 意大利的 西班牙的 还有日文的 单凶本 单凶本 每一个单凶本里边 都收了神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神木 它被改成了电影 改成了电影以后 叫《芒景》 莫景它是获得了2003年 叫《玻璃》第53届 《玻璃》电影节的《银雄奖》 《银雄奖》 对 《第53届》 《玻璃电影节》 它全称叫 《最佳艺术工业》《银雄奖》 所以它这个借助电影的 穿播力量和覆盖面 等于为这个小说 它扎上了一个翅膀 它得了影响之后 它陆陆续续在全世界 得了20多个小 因为这个电影的 穿播力量 是怪我很多观众 和我跟一家 它们先是看到了《芒景》 然后才翻译这个声音 所以说 我虽然短篇小说 写了这么多 长篇小说也写了这么多 但是翻译最多的 就是 反而是中篇小说 这个原因 它就是揭露一个电影能力 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文联老舍文学院 让我推荐一部小说 我最早推荐的是 我这个《红梅》 《红梅》这部长篇 这部长篇呢 我自己比较喜欢 而且那个著名导演 谢飞先生 他也特别想把这个《红梅》拍成电影 他买了改编权 而且改了本子 情人改了本子 电影本子改得他不太满意 然后呢 再修改电影本子 后来呢 这个事情拖下来 拖下来这个电影 电影没有拍成 谢飞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说我最后最想拍的电影就是《红梅》 我对他也是很期待的 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等于我的期待也落空了 我可以设想啊 如果《红梅》 如果被谢飞拍成电影以后 我觉得他的分量啊 他的影响 我觉得要比《红梅》拍成盲盈 要好得多 《红梅》它就是一个中篇的量 而《红梅》它是一个长篇的量 他有二十多万次的字符 将近三十万次的字符 而且写了我们当代现实的 《红梅》进程的经历 有个非常分纷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遗憾吧 那么因为推荐的时候 这个长篇比较长 这个小说比较长 它如果翻译成外语的话 它就很厚 很厚 就是他们希望我看能不能推荐一本 短面小说机 那我就推荐的是这个 是这个麦子 这个短面小说机 这个短面小说机 他跟他命令要从我短经验 像王安逸 苏同 赤字剑 等等 每个人一本 那我这一本呢 一共收了 十三个短片 应该说 应该说这个挑的非常好 每个篇章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嗯 如果我帮他翻译出语 当然我就是很高兴 但是就是我自己所担心的 这个短片呢 它都是一些 诗意化的东西 我写短片呢 一个是 特别注重在细节上的经验细课 再一个在语言上的 追求一种 什么诗意化的语言 或者说追求一种 语言的一个味道 就是我一直觉得啊 这个翻译呢 嗯 翻译意思比较容易 翻译故事情也比较容易 要翻译它这个味道和诗意 这个我会觉得比较难 咱们一会儿再离开 看到这个事情啊 我甚至说过 我说每个作家的味道 就是这个作家的呼吸 它通过它的呼吸 形成它的一个气场 从而形成一个作家的 一个独特的味道 那么翻译呢 好像这个翻译家 它不能代替这个作家的呼吸一样 要让它把这个作家的味道翻译出来 我觉得是很难的 你好比说 这个《呼噜梦》的《请你故事》 它是可以翻译的 我觉得里边那些诗歌啊 因为《呼噜梦》的好多诗词啊 要真正把它的诗词翻译出来 我觉得这个难度太大 反正因为我还不懂外语嘛 翻译出来的我还看不了 但是我觉得会很难 很难 嗯 但是还是那一个 嗯 抱着这个希望吧 抱着希望 希望我的短片 能被更多的读者读到 嗯 我已经翻译过的 我有一些短片 翻译过一些短片 可以 我自己不会看 真的 看不了 嗯 好 谢谢我先说这么多吧 嗯 刚才清凡老师说得非常好 嗯 他其实说了两大点 第一点是 两大点都跟翻译有关系 他说了第一个翻译是 把文学作品翻译成影视作品 我这个我要补充一点 其实满井的导演 包括满井的整个这个制作团队 他们应该感谢神墨 感谢庆巴 不是神墨靠着满井才活起来 也许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有这个效果 但是更重要的是 满井是因为有了神墨 他在电影上才能够放出光满 当年我印象中间 柏林电影节 是被中国的电影节看成是 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 一个是美国的奥斯卡 一个是嘎 嘎 嘎 三大电影节 还有一个是柏林电影节 三大电影节 能够在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柏林电影节 得到英雄奖 这是很不容易的 他为什么能对影雄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能够发现 什么文学作品中间的艺术魅力 当然他们也能很好的把文学的艺术魅力 转化为影视的一种艺术话语 所以这是清班坛的第一个翻译 那么第二个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 的确我也认为 这个文学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 翻译从一个语言到另外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的差异 语言的差异 怎么翻译家怎么来解决语言的差异 这是对于翻译家来的是一个挑战 尤其是文学作品中这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更加的突出 因为我们欣赏文学作品 首先是欣赏它的语言的艺术魅力 一个语言的艺术魅力怎么通过另外一种语言 转换过去 这个其实是对翻译家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梅浩先生是绝对能够很高兴地迎接这样的挑战 因为他的语言轻覆太强大了 他好像是天生的是为翻译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那么而且梅浩先生也看过那个庆班的一些文学作品 我相信他会跟我们谈到他的一个很好的见解 当然我也觉得翻译之所以能够勇敢地面对这种挑战 是因为文学不论你用什么语言来书写 其实他有一个共同性 因为文学都是面对人 面对人心 面对人性 当一个好作家 他能够写出优秀作品 就在于他首先是在写人性 而人性不管他是一个人 不管他是说汉还是说英语 人性是会相通的 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爱好 我们都会去爱一个人 我们也知道去爱大自然 这些人性是相通的 所以文学语言虽然有千奇百遍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只要人性是相通的 我们就会在语言中间找到它的桥梁 那么这一点我相信梅浩先生会有很多体会 上面梅浩先生是不是也给我们讲一讲 讲几个方面呢 你觉得都可以 你愿意讲哪个都可以 我就是那个什么 就像就是这个鸿梅 对吧 就是它就是那种乡土文学 对吧 我也就是有解释就是 就是讲究很多的东西啊 我没有去过这种就是万美的村 但是我有去就很多村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 现在就这样就是反应就是那个部分 就是你对 就是反应故事 反应意思 就是反应整个本书 就是要和好多部分 但是我刚才在想说 就是这么就是 这么反应你这种感觉 然后我不想说就太多书里面的内容 就可能人家也会去看 所以就最早的一段 他叫洗澡 然后他在讲就是那些那些框里面的人 就是他们是昨夜半的 一出来他们可以看到太阳 就是很舒服啊 那就是最舒服的是他们可以去洗澡 也不是洗澡 他们就是泡那个水池 对吧 然后他又说就第一件事情 一到那个更衣室啊 要抽一根烟 那每框里面有气 不能带炎下去啊 每一次进去之前他们都会检查 如果他们发现你想像有烟或者火柴 就会拔开 就是很严格 所以一出来你要想就是喜欢抽烟的人 对吧 为什么早上会生气 因为你睡八个小时那个是太长时间 八个小时没有抽烟 一件事情就是要抽烟 你是矿工也是一样的 那他讲的 然后这个就是反映就是那个过程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怎么反映那些他们去那个水池他又形容公司虽然要去他们在就是泡那个水池之前要洗澡 但是那些就洗澡那些就是水工都已经坏了 大家都直接跳进去抽烟 然后他们在里面他们一步行出来就直接在里面就是小便 对吧 抽烟他们就觉得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水越黑 其实越温暖越舒服 所以就在反映的过程中 你得想就是这一段文字是从谁的角度来讲 是桌子在讲话还是矿工在讲话 然后你可以看他说就多么舒服 他说那个抽第一根烟就是又甜又香 我自己不抽烟 我觉得就是香烟就算叫香烟 颜色是很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说就是在里面就是小边边对吧 是他们的角度啊 所以你得有就是如果反映成另外一个语言啊 OK那就香烟上厕所什么的 就是这种有很多说法 是上厕所还是小边还是小边边还是尿尿啊 所以就是反映这种东西的过程中我得想一个矿工会怎么说 我得反映这个是矿工说的话 这个作者就在使用射打 这不仅是一个翻译的技巧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对人性的理解 因为一个矿工的确这段细节写了 矿工站在井下也见不到太阳那么累的时候 一上来他肯定对阳光对水对这一切是非常的渴望的 什么把小便撂在池子里面 这已经很吃药的事情了对于他来说 对 对 梅奥先生他一开始他去除了宏美的这个职业细节 对 你记住这个细节呢一开始 那么一个作家看你真正没有看过这个书 那就看你既没有记住能不能去除细节 那么你一开始上来这个抽烟这个细节啊洗澡这个细节啊 包括在水里这个萨拉与泡尿这个细节啊 哎 都说出来了 都付出来了 那你的问题就是说 是矿工的角度还是作者的角度 是矿工的感受 还是作家的感受 那我的回答是呢 他是合而为一的 合而为一的 既是矿工的感受 也是作家的感受 嗯 就是说作家要对这个生活非常熟悉 他有过深切的生命体验 比如说我要是没当过矿工 我要是没出来抽一支烟 或者没洗过澡 这个感觉 是没有当过矿工的人 绝对写不出来的 绝对没有别人感受的 这个你说的一个细节在池里 哎呀肥皂炎可能这个头摇晃了一下 别人都知道 他在那个里边可能是撒了一瓶尿 但是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别人觉得就很臭啊 别人觉得就很臭啊 这是不像话呀 哎但是这矿工他觉得非常舒服 因为他水已经非常浑浊了 非常瘦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完全可以表现矿工生活的一个细节 他是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细节 我这么认识的 嗯 对 梅浩先生 对小说细节看得非常的细 对 从这一点说 你是非常适合做文学翻译 嗯 嗯 那么下面 我们是不是请线上的哈利德先生 也说说你的感受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图尼斯的哈利德 是加塞吉他去的图尼斯高文学学院的一名哈利老师 首先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北京作家的活动 在线上来方向也度留情帮作品的感受 能够有这个机会和北京著名作家刘先生直接的交流 我得向中途公司表示感谢 那么 关于 关于 invert in 刘先生的作品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之前 读的中国作品 都没有一道 好多没有 读过 怎么会说 刘先生 这样特别 著重 美邦文学的作品 我可以说老师先生让我特别喜欢中国实名文学 某员先生让我特别喜欢中国梦幻现实主义文学 那么刘青邦先生可以说他让我搞新的发现 并喜欢上中国的美矿文学 我个人认为您的《深木》还有《红梅》 还有《女工会》等的美矿文学作品 有点和法国著名作家阿米尔·佐拉的《萌养》作品 还有我们马格里布具体国家 就是马格里布具体国家 就是包括图尼斯、摩洛哥、阿杰利亚 尤其是我国图尼斯 还有摩洛哥的 实地位著名小说家的美矿文学作品 是同样揭露出对工人跌层的重情 表现美矿工人的生活命运 体现了您对社会主义 以及共产主义思潮的痛心 是同样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位 有着浓重的这个美味 就是美矿的美味 王安逸老师曾经说 您的小说细节可以开出花来 意思是您的这个协作描写 让人影响深刻 非常深刻 还有据说 有句孙口流 在这个山北提罗瑶 有人管你房子 到美矿提刘青帮有人管你酒喝 那在这里 请问您三个问题 第一 是否您的这个农民生活和美矿生活经验 对您的这种协作的培养 有很大的作用 第二 您的文学作品 有没有收到中外的这个美矿文学 和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印象 第三 我知道您说过 请不要教我短篇小说之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教您 中国美矿文学之王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这两年翻译了和出版了 方方的声音集会作品的二文版 发现了我们这边的读者 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是非常受欢迎的 那么据中国记者报道 刘先生也说过 宽空的现实代表了中国的现实 特别是低层劳动人民的现实 因此 我十分相信 刘先生的这个宽美作品 定属我们马格里布局期以后 一定会得到文学界的特别关注 这次的发言到这了 谢谢 挺好 我发现哈利勒先生 对中国文学还挺有研究 他的几个概括还非常准确 他读墓延 就对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 很感兴趣 那么他读刘庆帆的作品 对刘庆帆的煤矿文学 其实他不仅仅是指 写煤矿生活的文学 其实我理解哈利勒先生的意思 他对中国当代小说中间的 现实主义这一脉 很感兴趣 的确那个庆帆先生 基本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 当然什么叫做现实主义写作 那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有时候我们往往把现实主义 理解得非常狭窄 但是从庆帆的写作中间 去正确理解现实主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哈利勒先生还专门问 庆帆的三个问题 我觉得那三个问题都非常好 庆帆你是不是回答一下 对我肯定是要回答的 非常感谢哈利勒先生 对我创造的关注和理解 非常乐意回答您其中的三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 我为什么长期致力写乡村和煤矿的 这个小说 这个回答起来应该是很简单 那你熟悉什么 那你就写什么 你生命体验 哪些地方最深刻 那你别无选择的 就选去哪方面的一个生活 因为我熟悉农村和煤矿 那么所以我就写农村和煤矿比较多 如果你让我去写航天或者航海 那就更不可能 因为我不熟悉那方面的生活 我觉得那无从想象 我在农村长到19岁 农村的很多活我都干过 在农村那个生活呢 有着非常深切的体验 加上青少年时期呢 是在农村度过的 我觉得这个一个作家 青少年的生活 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它是决定性的 好多就好像我们学业里 流汤的学业一样 我们那么一回忆 我们就回忆起我们 在乡村的一些生活 煤矿呢 我是1970年的煤矿参加工作 在煤矿工作生活了九年 井下打过航道 挂过煤 开过运输机 和矿工通干共苦 接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 矿工它的劳动不光是非常的繁重 而且它面临着危险 面临着很多自然灾害 我自己在井下就经历过这个矿压造成的 像片邦啊 帽顶啊 这样的事故 这让我南澳呢 有一次瓦斯爆炸 这个夜班本来应该我上 一个工友跟我换班 结果他上夜班 结果就在那天夜里发生了瓦斯爆炸 结果有的瓦斯有的伤 结果呢 因为我那个很幸运 那个替我上班那个那个工友 他就受伤了 受伤了 对我就没有 我妻子一听说那个矿压发生瓦斯爆炸 非常害怕 我就连夜赶回家去 就一直抱一下平安吧 说我没什么事 所以矿压的生活呢 当然是考的都是明星刻骨的 所以说我已经写了四部 梅矿池特的长篇 刚才哈利德先生说到这个女工会啊 说我非常感谢这本最新出版的 他就注意到了 是第四部长篇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说是这个世界上 有不少煤矿的文学 我这个可能翻译的有限 翻译到中国的这个美国文学有限 我阅读的也有限 但是我是 这一个阅读过佐拉先生的萌芽 因为这个萌芽对我是写矿工生活的作品 是有影响的 我至今都能记得这个佐拉写的矿工生活的一些细节 他写一匹马在井下拉煤 这匹马被称为这个火箭 说在井下拉煤它跑到非常快 火箭 也是后来井下发生了失误以后 这个火箭 偷生那个经历 我印象很深的 佐拉的萌芽 那么还看过一些劳伦斯的 因为他本身他就是生在矿区 去介绍他是矿工的儿子 他写的一些小说也是以煤矿为背景的 我觉得全世界的煤矿都是一样的 也和我说过 我说这个全世界的矿工是一家 也看过罗伦斯的一些煤矿生活的作品 还有这个前苏联 一个叫格尔巴托夫 他写过一个顿巴斯煤矿 一个长篇 也看过 我对世界上的这些煤矿工的作品 总的感受一下 印象最深的就是佐拉这个萌芽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短缘小说之王这个问题 我就说 不可以称王的 文无第一 无第二 打拳可以有拳王 踢球可以有球王 这个写小说是 万万不可以称王的 我甚至说这个 王和灭王那是同一 我说谁敢称王谁就离灭王不远了 我说得非常严肃 我在自己写文章里也说过 我说这个首位短篇王啊 它就是一个纸糊的高帽子 实际上是一种废旧报纸 指纸糊的高帽子 这个可能是鱼翼林 这个高帽子就褪色了 还有这个风一刮 这个高帽子就会伸方有去 所以说这个高帽子还是尽凿摘掉为好 可是我反复摘好 好像这个很难 很难 自我摘帽很难 不但摘不掉帽 有时候这个好像这个传说越来越广泛了 好像成了一个名牌了似的 好像整个在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好像这个短篇王成了一个刘青帮的代名词了 所以我一在北京参加活动 而到外地参加活动 他也没介绍我 哎呀 中国当代短篇小时王 我从来不感到得意 还是觉得很不自在 我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有时候照须说不敢当不敢当 我有时候说哎呀 我说我就写短篇多一点而已 后来有时候急了 我说我说我写短篇 要是我长篇和中篇写的也不错呀 我说你们光说我的那个短篇呢 但是还是不行 我说这个中国这个写短篇好的很多 我随便一举就能举出十多个来 还是这个不叫短篇为好吧 我特别想到 我说这个随着年龄增大 因为这个写短篇它不仅需要智力 耐力爆发力 它有时候还需要 可能需要这个人的精力 体力都是有联系的 人可能一跟上了岁数以后 他没有爆发力以后 他这个可能写短篇会费劲 可能有时候会失去写短篇的能力 在以前我对自己写短篇能力还是很自信的 后来那个看了张欣盈先生介绍沈童文 沈童文后来他就失去了写短篇 他有一个小说改了七稿 还求助过丁灵 这个小说始终没有发出去 小说的名字叫老同志 后来他又写了一个短篇 他写到时候很得意 他甚至说下杯如由神 然后这个小说到了他妻子张照和那儿就被爆顶 说这个小说你暂时暂时还是不要拿出去 这时候沈童文意识到 哎哟 我失去了写的没有能力 他甚至跟他大哥的信念说 哎呀他说这个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他说人这个一回而难成 他说人呢成长起来是难的 毁一个人是容易的 是容易的 那么沈童文先生之所以失去了写短篇的能力 除了上时候我说到的一些原因 也可能跟当时的环境 环境是有关系的 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当年写小说的那个文化语境已经不存在了 对对对 环境不存在了 然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然后他的这个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他一时无说是从了 对对对 无说是从了找不着那种感觉了 说一说他就失去了 失去了以后再也找不回来 那我想我自己赶上一个好时候 现在可以持续写作 也许呢会写短篇的会写的世界长一些 我现在就有一些紧迫感 我去年写了一个长篇小说以后 今年在抗营期间 我一直在连续写短篇 我就是我到现在 我今年已经写了十二个短篇 光在五月份 光在七月份就发了五篇 哎呀人民文学呀 作家都被悬在的 就是悬在两篇 就是说写短篇的能力 还保持着 还有关于这个煤短篇小少王 这个也不敢称啊 这个也不敢称 就是我写的煤短文学多一些 和全世界的写煤短作家比较起来 对哈利多先生又给你秘密了一个新的王 这个也不敢 这个也不敢 就是写煤短多一点而已 万万不可称王 谢谢谢谢 好 那个 清班先生专门说到短篇小说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短篇小说 对于小说家来说非常重要 我有一个观点 短篇小说是小说艺术 小说家艺术能力的试经识 你这个小说家 有没有小说叙述能力 怎么测试出来 就看你短篇小说写得好不好 能不能写短篇小说 有的人无非就是会讲故事 他可以讲一个很曲折的故事 他用这个曲折的故事 就可以掩盖它在小说叙述能力上的不足 这个不足 但他写短篇小说 他就会暴露出来 你这个试音师的判断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非常赞成 好 时间过得非常快 其实我感觉我们的话题刚刚开个头 还有好多好多要要要谈的 留下很多很多的省略号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次来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 因为时间到了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清班先生 梅浩先生 还有哈利德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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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